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c大叔 今天就來到板橋的芙蓉車站便當 這是這間店的招牌 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有粉絲說這一家便當很美味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 附近不好停車,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客人也是非常的多 嗨,美女你好 你好,吃什麼 那請問貴店在這邊是新開的店家嗎 開差不多兩個月了 兩個月了 那請問推薦的口味是 推薦,因為是芙蓉 所以當然是推薦招牌 招牌 那我就點一個招牌,謝謝 一個招牌 那便當店還有這樣的美女,每天都有在這邊嗎 有,幾乎都在 那買10個便當可以跟你住的朋友嗎 可以啊 開玩笑的,謝謝 剛剛那是開玩笑的 那我們就嘗嘗看這個招牌便當 他還有這個限量的豬皮便當 都算滿平價的 好,謝謝 好,那店內就只有一個座位 好,那店內就只有一個座位 好,現在就嘗嘗看 粉絲這麼推薦的話 一定要來嘗嘗看喔 好,那這個是瘦肉 嗯 好,它這瘦肉蠻有肉汁的啊 好,再來這個是肥脂這個空肉 嗯 嗯,它有醃過喔 很好吃 好,乳丹也很入味喔 讚 好,它酸菜很香 嗯,甜不辣 哦 就滿中規中局的啊 讚 哦,它香腸也好吃 哦,它香腸也好吃 三個招牌 那加一個 哦,這個招牌真的是最熱賣的 哦 嗯 好吃啊 那飯也很好吃 好吃 本來就好吃啊 這邊的便當口感最好的 好,那這不是零食演員啊 這個這個 不是零食演員啊 不是啦,零食演員 我們是這邊的常客最好吃的 好,有聽到啦 有聽到啦 酒好吃的就吃啦 對,你要上網 跟他同場一下 同場一下 跟美女消費一下 還有機會跟他做朋友 這麼好看的機會 趕快來這樣 吃得飽又有看 啊不 吃得飽又可以欣賞 這樣啦 全部是光光 好,美女你好 因為真的很好吃 然後想要再吃一個那個 蝦捲便當 然後單點一份雞捲 好啊 一個蝦捲便當 然後單點一份雞捲 好 謝謝 好,給這個新菜店家多點鼓勵啊 先當好囉 好,謝謝 謝謝 好,當當當第二回合 那蝦捲先來 蝦捲還蠻大 蠻大天的喔 嗯 口味不錯喔 現點現炸,好吃捏 所以這個 是客人很喜歡的便當店 好吃,難怪這個粉絲這麼推薦 讚 再來是這個脊椎 讚 好,那個人覺得蠻推薦的,好吃又美味喔 酸菜,高麗菜還有豆干 新陳懷念的絕妙好口味 好,這個美女親自炸給我吃 讚 好,東西都是現點現做的,所以需要稍後一下 好,應該叫這個美女便當 好,那各位來就祝我們用餐愉快 掰掰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妹大叔 今天就來到李懿肉蛋吐司早餐店 這是這間店這邊的樣子 這也是一個探食達人開的店 那我們就 來吃吃看 我也來探食看看 冒飯了 應該不會有什麼李懿鐵弦 好,感覺就是一個溫馨的小店 好,那這個是全部的菜單 內用還是帶走 內用,有位置嗎 你要去找一下位置喔 好,那我改外帶 好 那我想要那個李懿很推薦的餃子 還有蘿蔔糕 餃子跟蘿蔔糕嗎 那你要怎麼抽 欸 好,今天餃子沒有辦法出 好,那沒關係 那我就想要那個蘿蔔糕跟 可以的 嗯 蜜製肉排 肉蛋吐司 好啊 不好意思喔 因為那個我們爐子換兩個 只剩一個可以做 對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然後再一個 蘿蔔糕 然後跟一個肉蛋吐司 對 還有呢 那個 李懿很推薦的那個 無糖檸檬紅茶 好啊 那甜度冰塊要怎麼做 無糖 然後冰塊呢 掃冰 好 那還有什麼呢 啊,這樣 好,這樣子帶走 165 需要載具嗎 好,我用載具 謝謝 沒問題 那載具先進去 好,那總共就是165 好,謝謝 這邊收年200元喔 好,謝謝 那這邊找年35 外帶單號是27號喔 好,謝謝 好,OK 然後還有這個 很多李懿的產品 可以參考一下 麻辣鴨血 紅燒牛肉麵 咖哩 日式牛肉咖哩 跟雞腿咖哩 當然這個李懿也是一個做菜高手 好,可惜今天吃不到煎餃 他這個蠻推薦的 他吐司是用這個 湯種厚片吐司 欸,根正 可能是這邊單獨販售的 好,OK 好,那現在就好了 好,那現在就好了 好,那就只能在公園開箱 那現在就試試看 假日花真的蠻忙的喔 聲音很好 好,根據這個 李懿的說法是這個 整個蘿蔔糕是酥酥脆脆 酥酥脆脆 外酥內軟,好吃 再加上這個辣椒醬 嗯 加入辣椒醬就更美味囉 外酥內軟,然後很有這個蘿蔔的香味 好可愛喔 彷彿看到李懿先生坐在我對面跟我說話一樣 哈哈哈哈 好吃喔 我們應該也要開個M大酥炒飯 一邊開直播,一邊炒飯炒麵 哈哈 一邊開直播,一邊炒飯炒麵 好吃啦喔 好,那我覺得是滿分 好吃喔 可惜假日真的是沒辦法做到內用的位置 然後今天吃不到餃子很可惜喔 煎餃啦 再來是這個肉蛋吐司 蜜製 肉排吐司 蜜製喔 蜜製那不要靠過來了喔 這邊就是蜜蛋肉排吐司 蛋,生菜,還有這個吐司 還有這個牙籤記得要拔起來喔 不然吃到會點點點 嗯 甜香甜香的很好吃 不愧是這個達人開的店,樣樣都美味 好吃啊 好,這肉排很有味道 跟這個吐司很搭配喔 讚 好,最後一塊結束 就是感覺有點像是那個烤肉醬醃過的肉排 感覺上 然後配上這個甜甜的醬 應該是美乃滋吧 還有蛋跟沙拉醬 很單純之球的美味喔 好,這肉排就整片跑出來,沒有辦法咬斷喔 好,總之是好吃的喔 好,是美乃滋沒有錯 好,最後是這個李先生有強盜的 他是這個用比一般市價上夠貴兩三倍的茶葉泡的檸檬茶 好,那香就喝喝看 很清香 好,剛剛有看到他那個檸檬汁是限級的喔 好,所以是相當用心啦 就等比較久 好,那我覺得是滿分 讚 可以來試試看這個李毅大師開的店 真的棒 這樣應該就不會有李毅鐵拳啦 好,那真的很好吃也生意很好店家 那各位來就祝我們用餐愉快 掰掰